《谈谷论经》 从传统中医来看 圣为先天之本 五脏之根 传统中医认为圣虚 分为圣阳虚 圣阴虚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 圣经亏虚 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到 佳和中医诊所的院长 罗敏宇中医师来到现场 罗中医师您好 主神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圣经亏虚 那么圣经到底是什么呢 对 的确在谈圣经之前 因为中医对圣的认知差距 大家会认为很大 事实上它的道理都相同的 所以我必须还在这边 先把现代医学讲的圣 是不是来做个介绍 好 我先特别提醒大家的 让它印象深刻一点 我带一个圣的模型 现代医学的圣 它是很明显的 是一个避尿系统 它是一个避尿器官 把我们每天的代谢的毒素 一些酸碱平衡 肺物把它代谢掉 所以它就是一种排毒的作用 在古人叫做肾足水 就是说你容易水肿的人 长起来下眼包比较肿的 这只要容易下肢水肿的 容易有下眼包的 甚至黑眼圈的 中医叫做肾气亏虚了 所以现代医学的肾 它就是跟我们古人的肾足水的概念一样 我们现代医学的肾之外 我们中医学还有不一样的说法 传统医学讲这个肾的部分 它是很全面的 它除了泌尿系统之外 它举凡这个呼吸系统 包括呼吸 你看走路很喘 每两个步骤就开始喘 这中医叫肾足那气 还有就是说消化系统 中医叫脾肾阳虚 就是说你消化系统不好的人 就是自然久而久之 你会不会有元气 都没有元气 然后它才说肝肾阴虚 很多高血压的人 心血管问题 高血压 这个火气大 甚至脑中风 中医叫肝肾阴虚 它事实上也是跟肾有关系 所有呼吸系统消化系统 心脑血管系统 甚至酸痛症 中医叫肾足骨 容易筋骨酸痛疲劳 腰酸背痛 就是说你肾气也虚了 那我们是不是来把这个肾经也给大家做个介绍了 大家对一个肾有一个了解 再讲圣经就比较清楚了 不然会被大家认为是 比较属于台面下才能谈的议题 其实古人对圣经是很广泛的 是很全面的 像刚才主持人提到 它是所有脏腑气血运作的一个基础 就是肾 就把它想到肾是我们金字塔的最底层 最重要的那一层 那圣经它有分两类 一个叫做先天之经 一个叫做后天之经 叫圣经 所以先天应该就是遗传的 父母给的 对 主持人这个领会很快 先天之就是我们父母给的 就是现代医学叫基因遗传 就跟我们的 从胚胎的成长到胎儿到出生 叫生殖之经 就是先天的 那后天之经就是 生出来之后 胎儿生出来之后 婴幼儿 青少年 成人 甚至中年老人 饮法族 它就是跟我们的 叫做后天之经 这是自己造成的咯 哦 就是可能饮食啦 或是 对 叫水骨精威 就是你的营养术 有没有乱吃啦 有没有三餐不正常啦 熬夜晚睡 这跟这有关系 它跟我们的生长发育 所以你因为熬夜晚睡 你肯定这个荷尔蒙变化是不好的 所以叫水骨之经 脏腹之经 那现在我们国人讲到的 肾经亏虚 一般来就讲很简化叫肾亏 它特别强调的是指生殖之经 所以它把很多我们肾脏原有 传统医学对肾脏的认识 就是主生长发育跟生殖 只把它简化成生殖之经 生长发育 就是你父母给你的先天的体质 你就是你父母很高 你长得就比较高嘛 那还有就是说你的后天 你因为作息啊睡眠不足 每天都烦恼压力 自然你后天之经就出问题了 所以中医的圣经是很广泛的 那么这样听起来啊 因为它管的东西实在太多 那圣经亏虚 为什么会造成亏虚 除了我们的后天那个 吃的东西不足之外 那还有没有什么是造成它不足的 中医的圣经亏虚 它一般的像主持人问到的 它到底哪些原因呢 当然它还是强调老化 对 就老化 原本就是时间到了 身体就衰退了 在我们的皇帝内经有提到 年四十 音气自半 就是你的气血 音气 你的阳气也一样 自半就减半 起居衰移 就是起居 就是你生活起居就比较无力 老化 就比较没办法走楼梯 坐久就会酸痛 坐久就会头晕目眩耳鸣 就是老化 这是没办法的 我想每个人都一样 可是 这个上天给我们的天命 上天给我们的年龄 是一百二十岁 那现代人有多少人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呢 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是过度消耗自己了 这个自己也要检讨一些 再第二就是过度的使用身体 这个现代人特别多 给我们身体太多负担了 工作压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肾 造成我们的一些消耗我们身体的营养物质 中间就是肝因虚 肾因虚 那饮食无度 刚才提到了 喝水就会胖了 吃东西 这个高能量的高热量的 什么盐油糖 这个就是对我们身体太负担了 你的心脏啊 你的元气 没办法把这些东西代谢掉 所有种种就会加速你的老化的速度 那有一些疾病 尤其是一些慢性病 譬如说糖尿病 现在是 现在都营养特别好 细化饮食 糖尿病啊 结核病啊 属于一种营养消耗的 像三高症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甚至更年期症状 它也是造成肾虚 肾经亏虚 这些慢性疾病 现代医学很多慢性疾病 到后期都会造成肾虚 或肾经亏虚 难怪老人家很多到后期 慢性病都会要去洗肾 是这样吗 对 为什么 现在医学发现 如主持人讲的 这些三高尤其是糖尿病 是占所有洗肾的七成 就是因为这些心脑血管疾病 对你的肾脏太负担了 所以跟我们的古人士的认识 是不谋而合的 是 对 还有产后的调理不当 就是我们做做月子的吧 因为在女孩子 月经周期重新建立 因为大家想到肾气亏虚 会想到的是男生的东西 事实上很多 我们现在女孩子的月经不调 子宫比较虚寒 甚至不孕症 事实上都是跟肾经亏虚 太有关系了 包含这个产后做月子 你假如没有做好 你可能就体质改变了 你做得好 以前有素变都没有了 以前会痛经的 现在也没有了 所以包含老化 包含太累了 包含一些慢性疾病 包含女孩子的妇科疾病 事实上都跟肾经亏虚 太有关系了 所以从传统医学来看 肾经亏虚包含的范围 真的是很广 所以我们一般人 不要有错误的认识 就觉得说 肾经亏虚是指 纯粹是指 生殖系统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刚刚我们谈到了 肾气虚的原因 那我们常听到 中医有三保 就是在肾这边有三保 叫精气神医师 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是 事实上它都是一体 三圆 同圆的 我们中医都说精气神 那刚刚提到的 肾经亏虚的含义 就是跟你的所有生长 发育 生殖 的确也有关系 要包含老化 我们讲未老宣衰 大概都跟肾经亏虚有关 因为中医的认知就是说 肾长精 这个精就是我们的体力元气 尤其从你的养个眼神 所以说五上六腹之精气 皆上出于目 所以两眼无神 这个字很常听到 就是眼睛是疲劳的 眼睛像我们的电灯泡一样 看起来两眼无神 是最近没睡好 还是长期的 是属于消耗性的 是 那中医说说精生气 气生血 它就是精气血 是 那所以我们的这个气血 什么意思 就是你心肺功能 这个中医之后 心足血 肺足气 所以中医的肾经充足 就代表你的气血的能量很好 你心脑血管的气血运行很好 就是你的脏腑功能是属于平衡的 现在医学有发现 肾胀不好的人容易高血压 肾性高血压 是 你看跟古人的认识一模一样 就是说你的脏腑气血的功能失调 就造成血压飙高了 血压高就是你身体要保护自己 它要加足马力 让我们各个组织器官有血液 一样的啊 所以说精气 这个气就表示气血的运动 神 刚才提到就是从你两个眼神 还有你的脑部思考 因为中央脑为谁之海 圣足骨生髓 就是说你脑部的思考 事上都跟你的圣经有关系 什么意思呢 健忘 记忆力变长 老年人常常会这样 就是圣经不足吗 现在记忆力差跟健忘 不见是老年人的软利 我们很多人现在二十几岁说 忘记了啊 这健忘 然后这个焦虑 德国人有研究 这个焦虑跟吃太饱 就造成这个圣经亏虚 他们不叫圣经亏虚 他们叫做老化 就是衰老 现在不叫抗衰老吗 是 现在不讲自由基吗 是 这跟古人的圣经亏虚 它是在同一个水平的 意思是一样 只是老外不叫圣经亏虚 他们叫做老化 是 所以焦虑的人 你脑部过度运作 像电脑像脑部过度在运转 你很容易老化 很容易记忆力变差 这个大脑的思考力变差 迟钝 那么圣经亏虚 会造成什么症状呢 好的 圣经亏虚的症状 可能刚才讲的比较学术 有几个症状就已经讲了 其实刚才有填到 第一个健忘 容易疲劳 那就是头晕目眩 坐一坐 站起来就头很昏了 这跟圣经亏虚也是有关系 对啊 你看肾脏病 他们写一个口诀叫做 泡水高瓶卷 泡就是尿尿会有泡泡 水就水肿 这个大家好了解 高血压 刚才提到了 肾脏不好的就是高血压 瓶是什么 瓶血 卷是什么 瓶带 所以古人发现 当你肾不好的时候 现代的就是 现代医学发现 你肾脏有问题的时候 很容易瓶血跟疲劳 什么意思 就是古人讲头晕目眩 就是你的心肺功能 没办法到你的头顶 所以基本上 有几个他的症状 大家可以 都跟圣经亏虚有关的 好就是 头晕目眩 对不对 仰眼无神 疲劳倦怠 然后既然是圣 终于叫圣足骨 腰酸背痛 终于叫腰围圣之腐 对 然后四肢仁义疼痛 对 那所有这些含义 不管是这个头晕目眩 这个腰酸背痛 四肢无力 容易仰眼无神 他都是一个概念 就是未老先衰 哪里是未老先衰 我们看到现在实际上 很多年轻人 他这个很容易掉头发 头发的发质很粗糙 那烫头发就不管了 过度伤害 就很容易掉头发 白头发 发质不好 看他的手指甲 这个很像很多纹路 对 不是透明润泽的 那基本上就是你的肝肾不好 中医的肾他还考虑到肝 这是肝肾是子母的 是要去考虑 所以再重复提醒各位分享 就是说 会容易头昏啊 会容易眼睛酸涩疲劳 会容易四肢无力 会容易腰背疼痛 基本上都是跟这个 胃老先衰的圣经亏损 太有关系了 哇 那所以我们要赶快来知道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先天不良 那后天失调 我们要怎么样用食物来调理 我们这个圣经亏损 就是罗医师 有没有什么好的妙方 圣经亏虚 第二原则就是 这个你先天之精 这父母给我们的体质 你可能就是 生下来就是个儿比较矮小的 在胚胎实情决定 所以很多我们的父母 准备当爸爸妈妈的 你要把体质养好 不然你的精子跟卵子的品质不好 那男生要怎么样养好自己的精子呢 就是你作息要规律啊 烟酒要少一些 对不对 那女孩子怎么样 把自己的卵子品质养好呢 你的月经要正常嘛 也是作息规律啊 不要随便 要忌口一点 不要乱吃啊 精子这个叫先天之精 那假如说胚胎时期 你的精子卵子品质好 这个你的这个结合之后 这个受精卵变成胚胎 它的品质又比较好 那这个像很多出生的这个小孩 它这个有时候这个看起来就是自立啊 身形啊 都比较五持五缓 就是它体格啊 智力啊都比较弱 那没有办法 甚至有一些先天性疾病 那个真的没有办法 可是很多 我们大部分都正常人 你只要把后天之精 再调好 什么时候后天之精 还是回到这个图卡 就是工作压力 你晚睡的时候容易上火照热 这就是后天之精 就是耗音 把你身体的营养消耗掉 大家想到是黑眼圈 口干舌燥 就是晚睡 这是属于工作压力的 还有饮食 这个提到了就是消化系统 所以跟主持人说 饮食消耗是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都是吃冰冷的 不然就是高油脂高热量的 所以我们可以来介绍两道食材 很好的 中医有这个乙型补型跟血肉有型制品 就是吃一些营养素 尤其我们国人 台湾人有这个 喜欢吃一些猪腰 是 包含了坐月子 天气冷 姜母鸭麻油肌 属于一些高热量的 的确你很怕冷的体质 我们可以来参考使用 就是属于猪肝猪腰这一块 然后再加一些 酱醋蒜辣这一些 辛香料的 当然都不要多 把一些做猪肝猪腰的很好 就是做壮胜猪腰饭 是 这个特别比较适合 真的你很寒冷的 尤其天气更冷的时候 你就可以一个礼拜 或两礼拜一次就好了 就是高油脂高热量 还没有补到圣经 吃太多油脂的 这是参考的 是 因为这个坐月子 的确要补充一下能量 其实现在圣诞人 我们更需要注重 它是肠胃消化系统的 尤其刚才主持人很强调 消化系统的 我们给它要 芡食茯苓粥 是 这个芡食茯苓 我就有带到现场来 加一些小米或稻米 五穀杂粮类的 把它把它黏粉 那我们还可以加点莲子 薏仁 这个在我们台湾叫做 四神汤 对不对 不要加猪肠 不要加酒 再加一些把它煮 因为目的就是健脾液气 然后适用于这个 属于小便比较浑浊的 泡泡尿的 可是检查又没事 没有蛋白尿又没有 这跟你的肠胃系统 太有关系了 前一晚喜欢吃油炸的 喜欢吃高热量的 那什么麻油肌 什么咸酥肌 这些高热量 你隔天的尿尿就泡泡多了 赶快吃一点四神汤 不要加猪肠 不要加酒 容易水肿 检查又没有肾脏病 一样用这个四神汤的概念 相当有帮助 所以现在的肾经亏虚 我的总结概念 先把你的肠胃系统条 刚刚听罗医师这样讲 就是要把我们的肾养好 就是要把我们的肾养好 那我们也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跟大家聊 怎么样自我保健 我们刚刚知道 圣经是人体维持生长发育 还有五脏六虎 维持生理活动的 基本物质之一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圣经对每一个人 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要赶快来 请教罗医师 我们平常要怎么样自我保健 让我们不至于圣经亏虚呢 是的 其实圣经亏虚 以现代化的口语 就是说 尽量生活做其正常 就不要熬夜晚睡 耗气耗音 第二就是你的饮食要均衡 六大营养素 就不要吃太寒凉的啦 冰 那也不要吃太过于温补燥热的 要根据你的体质 来做调理 特别要注意肠胃系统 就是在提到 圣经充足上跟消化系统太有关 就是后天资经 所以太有关系了 那还有就是说 情绪压力 中心叫做肝 中心的肝 不是只有现代医学的肝 它很多包含 就现代医学讲的自律神经 这是现代医学 比较没办法 帮根治的部分 所以就是跟肝有关 所以圣经包含了肝 脾肾 这是跟这三个脏器太有关系了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饮食生活 那我们是可以来介绍一些学答案吗 好啊 对 就是说我们这个圣经要充足 中心讲精气神 对不对 所以就注意眼睛要闭目养神 就是神的那一块 对不对 那气是哪里 我们中心在我们的腹部的地方 在肚脐的下方 有个叫气海穴 中心很简单吧 对 叫气人 神就是眼睛 眼睛要休息 热敷 要按摩 对不对 眼中按摩 那气的就是气海穴 在肚脐下一寸半 就两个指幅的地方 是不是以前人讲的丹田的部位 丹田是三寸 是四个指幅的地方 更下面 对 就自己的指幅 三寸就是四个指幅 那我们现在气海穴是两个指幅 肚脐下两个指幅 大约它我们就是里面这种肠道 有我们的这个子宫卵巢 所以它整个是腹腔循环都在这边 气之海 这是第一个穴 常做按摩 那怎么按摩呢 你可以就是两个指头 叫柔 柔丹田 有要顺时针 还逆时针吗 都可以 假如你是为了排速变的话 你就怎么样 顺时针 对不对 那假如要处于是温暖下胶的话 就量 都可以的 左右按按摩 大概五到十分钟 那时间不够三到五分钟也可以 所以这第一个就是气海穴太重要了 这包含了下面这个官圆穴 都是练气功下丹田的位置 所以这第一个正面也叫韧脉 那我们来看后面的 后面的这个肚脐的正后方叫命门穴 它的两侧也叫肾书穴 肾书穴 这肾书穴两侧都有 所以常做叫做磨 就是磨 磨肾书 就是磨擦的意思 对 就是我可以对着镜头吗 对 刚才说气海就是柔气海 力道适中 尤其吃完饭后不适合用大力按压 吃完饭后 它就磨肾书 就是磨擦的意思 你看做气功公园做运动 是不是叫磨擦 对 搓热我们的肾 那现代医学有发现 你这样在磨擦个十到二十分钟当中 肾上的血流要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所以有时候床揉丹田 磨肾书都很有帮助的 所以正面也做过后面也做过 我们是来做脚底 脚底也可以做 脚底在两岸三地都很热型的 因为脚底它是我们第二个心脏 有听过这句话吧 是 所以它就是中间就是圣经充足的 一个最重要的 尤其脚底有叫涌泉穴 常听到这个穴的 对 我们在做气功在排毒排毒 就是透过涌泉穴 用意念把气带出去 把灼气带出去 那这也是一个长高穴 按了会容易长高按 对 这个涌泉穴 它是圣经的最重要的一个穴道 就是人是根本 就刚才提到五到六个涌泉穴 这个长高的 中间叫肾足骨 所以有时候容易疲劳的 想帮小朋友长高的 不就要找中医师针据 多按压 所以最重要就是这个涌泉穴 在第二个脚趾头 跟第三个脚趾头前面 一般会按到中间 这是错的 是 它类似脚底按摩的 肾上楦的上围 你看我们这个肾脏 上面有个肾上线 是 在这个脚底按摩 主体按摩的穴道 就肾上线 在中医叫永泉穴 可以常做按压 这个只要不要刺痛 有点酸脏 那都对了 太刺痛 就变容易足底肌膜炎 那中医叫做肾开窍于耳 所以耳朵也是很有重要的 难怪以前老人家都会说 常帮小孩子按摩 搓搓耳朵 按摩耳朵 对啦 这个在搓耳朵当中 我们的老人家 有空可以多搓搓耳朵 提也好 捏也好 拉也好 两耳都做 这个会 对我们的肾经充足很有帮助 因为古人说 肾开窍于耳 所以多搓一搓 现代医学有发现 你在搓耳当中 这个耳朵的神经血管 它会反射到我们大脑皮子 他们提过说 脑为随之海 是 肾足骨髓 生脑 就是你的脑部健忘 记忆力变差 反应迟钝 都是跟我们的圣经充足 太有关系了 所以搓搓耳朵 就是按按小脚趾头 你力量不够的 甚至可以用敲的 敲的 对 你的右手敲左脚 把你的脚抬起来 对不对 左手敲右脚 把它靠在你的大腿上面 有空搓搓一搓 是不是也可以拿器物来敲呢 也可以有一些辅具 但是不要尖锐的 我们就来刺激 当然就是不能有受伤 怕足底筋膜炎 所以自己按是最好的 力道适中 那去公园 现在不是有石头的 也是很适合吗 有帮助 可是那个的确容易 发生足底筋膜炎 所以自己按 知道力道 不只有力道 刚才提到了 你要自己按 你看你心肺有没有得到锻炼 一边用了一边 对 你在锻炼当中 心肺得到锻炼 终于叫精气神 那个气就是你的心肺功能 是是是 所以回到就是 搓搓耳朵 就是敲敲我们的这个足底 泳泉屑 对 按摩我们的这个 按摩我们的气海穴 跟肾书穴 都是相当对我们的圣经充足 相当有帮助的 是 那我们平常呢 就要看看 就是随时都要来保持我们健康 就是反正你坐在那儿 没事的时候 从头就可以按一按 按摸一摸 按按 脚底按一按 其实都是对我们身体 是有帮助的 难怪古人 长命百岁的人都说 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平常呢 就要好好的充足保养 我们的圣经 千万不能亏虚 我们下次再见 也谢谢罗中医师来到现场 谢谢您 谢谢大家